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妍说的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天才为了保护邻居 不惜牺牲自己的电影 闲人X的现身 时辰是一名少险洛伯的高中教师 独自一人居住在老城区 每天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 学校,家 循环往复毫无新意 一成不变的商店,街景流浪汉 除了下班后,偶尔去到一家便利店 店主静子,算一道别样的风景 晚上,静子的房门被敲响 以为是女儿梅里放学回来 打开门,却发现是傅肩 这个男缠的家伙又找上门来了 游手好闲,这是对他最好的形容 找到静子,当然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来要钱了 恶心的蛀虫,离婚之后 还不忘吸静子的血 梅里随后到家 静子赶紧让他躲进自己的房间 随后掏出钱包里的所有钱 扔在了桌上,让傅肩赶紧滚蛋 男人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直接打开了梅里的房间 看到正在换衣服的女儿 告诉静子 再过三年就可以把她送去酒店赚钱了 你们这辈子休想水开我 听闻此言 梅里手持水晶球冲出房间 毫不犹豫砸在了傅肩头上 女孩的力气不大 傅肩很快站起身 对着梅里开始施暴 情急之下 静子捡起地上电线 用力勒住了傅肩脖子 梅里也赶紧上前 帮忙压住傅肩 不让他挣扎 不知过了多久 学校的房间没有了动静 傅肩被母女脸雷死了 隔壁的住户 时辰暗响门铃 静子小姐 让我来帮助你吧 几天后 警方在河里发现了尸体 负责案件的是草质与内海 现场发现一辆脚踏车 和死者的衣服 死者指纹于面部被毁 致命伤 是胸部的勒痕 胸器是螺旋状电线 推测死亡时间为12月2日 晚上6点到8点之间 通过失踪人口名单 指上了傅肩 无业游民没有住所 一个月前开始投诉旅馆 案发前一天 下榻名叫善屋的旅馆 旅店老板称 傅肩12月2日出门就没有回来 房间内采集到了毛发 DNA对比与被害者一致 指纹与案发现场脚踏车的指纹一致 到此基本可以确定 死者就是傅肩 静子作为傅肩的前妻 自然成为了首要的调查对象 面对警方质询 静子镇定自若 12月2日晚上 他带着梅里 看电影 示范唱歌 近些年并没有和傅仙有过联系 调查无果 草质带着内海出门 刚好碰到了下奔回家的时辰 但时辰称他与隔壁不熟 没多久后 时辰用公用电话打给静子 一切照计划进行 不需要害怕 警方并没有要求 看电影票根之前 不要主动拿出来 夹在电影简介里面 被他们不经意发现 效果更佳 静子稍显慌张询问 真的没有问题吗 时辰唯一笑 请相信我的理性思考逻辑 何谓理性思考逻辑 为了要理性思考 必须冷静分析 如果只凭感觉思考 别人说出答案的话 记忆是错误的开始 天才物理学家汤川 是这样解释的 嫂子和内海之所以找上汤川 是因为这位天才 曾帮忙破获过很多大案 这次案件 让二人很没头绪 自然就又来请求帮助了 在内海详细描述完案件经过后 汤川提出第一个疑问 那位美女有去看电影的证据吗 当然有 他当天买了电影简介 内海在里面发现了电影票根 通过这一细节 汤川认定 如果凶手真的是他 那肯定是相当抢劲的对手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草智通过时辰的信件发现 他和汤川是校友 一听这个名字 汤川立刻来了精神 虽然自己一直被称为天才 但他始终认为 真正能称之为天才的 只有时辰 数学界的天总之才 此时这位天才又给静子打去了电话 询问他案件的进程 并少做安慰 二人都想倾诉感情 却又不约而同的停下 只是相约明天再见 挂断电话回到住处 时辰发现有人在自家门口徘徊 不是别人 正是好友汤川前来拜访 多年未见 时辰没有变化 依旧沉迷在数学世界里 时辰本应该留在大学继续研究数学的 但因为母亲的病情 不得不放弃学业 否则的话 现在也应该和汤川一样 成为大学的知名教授了吧 聊了会儿 汤川掏出一份资料 反正黎曼假设的失算 想让时辰帮忙判断 这个反正是否正确 精神顿入血海 时间的流逝 仿佛变快 抬起头 天已经蒙蒙亮了 时辰用了一夜的时间 做出判断 虽然很有趣 但这个反正有错误 六个小时 只花了六个小时 汤川不禁感慨 天才依然是天才 二人一同出门 走在那条循环往复的道路上 临别前 时辰感慨 真羡慕你啊 看起来总是那么年轻 汤川有些不解 真不像是你会说出的话 案件到了现在还没有完结 上司闲草制过于拖沓 但作为警察 只要有一丝嫌疑 就不能往下结论 内海约汤川来到现场 被害者在车站 偷了一辆脚踏车 骑到这里 之后就发生了命案 汤川提出疑问 犯人烧毁了 被害者的指纹 却忘记擦掉车上的指纹 合力吗 如果是因为过于慌乱 那怎么解释 烧到医务的行为呢 这说明什么 说明犯人 是想让人认为 行凶地点是这里 脚踏车失窃于 12月2日4点到11点 这也有很大的问题 很多车都没有被锁 为什么单单 选一辆绑链子新车呢 汤川的推理是 嫌犯希望车主去报一失 至于为什么还不得而知 所有汤川又在高中门口 碰到了石神 想去他尝去的便当店 尝着仙 像往常一样 与静子打了成招呼 二人选好便当后落座 等餐期间 名为宫腾的男子到来 看起来与静子是九相识 是听说静子开店后 专门来捧场的 离开便利店 汤川喊住了石神 出了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和解答那个问题 两者之间哪一个比较难 石神表示问题很有趣 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 晚间照例打电话给静子 说到今天见面的汤川 他很聪明 对他要小心一点 又提到那位宫腾先生 石神看起来有些介意 随后又告诉梅里 让他找自己的同学 证明2号当晚 他和母亲确实在电影院 那还发现了 汤川与石神走得很近 猜测他在调他石神 所以怀疑石神 与这起案件有关 晚上 宫腾从便利店开车 送镜子回家 这一幕被石神看在了眼里 警局方面 调查出死者负奸背负债务 许多黑帮组织下令追查他 再加上镜子 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彻底洗清了犯罪嫌疑 不过内海与草质并不死心 二人紧跟着来到了石神的学校 天才的身份 并没有对石神的教师之路 有所帮助 他喜欢出一些盲点题 也就是看起来像是几何问题 但实际上是函数问题 需要改变想法才能解开 这使得几乎所有学生都不喜欢他 又看到考勤表上 石神二号三号都请了假 对此石神只是说并假 至于和邻居镜子的关系 他依旧坚持不熟 而事实上 他在偷偷跟踪镜子 并拍下了他与宫腾约会的照片 那边 草质内海和汤川正在讨论案情 本来毫无头绪 但当内海提到石神的盲点问题后 汤川思路发生改变 晚上便拨通了石神电话 二人约在周末一起爬山 与此同时 宫腾这边收到了恐吓信 大概意思是 让他离镜子远一点 拿过信件 镜子捂住了嘴巴 他又陷入了恐慌 好不容易摆脱了附肩 这难道是又惹上了石神吗 另一边 石神与汤川正在奋力登山 费了好大力才爬到山顶 在这里 石神给出了那个问题的答案 即使那个问题解开了 也不会有任何人幸福 忘了吧 晚上镜子的手机响起 但这次他并没有马上接听 内心充满了恐惧 可梅里并不知道恐吓信的事 所以抢着拿起了手机 石神淡然地告诉镜子 我放了两封信在你的信箱 白色信封的信 之后你会用到 请好好保管 咖啡色信封的信 请看完马上销毁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了 说吧 关掉电话 次任石神来到警局自首 承认杀父亲的人是自己 因为他喜欢镜子 要保护他不受伤害 至于为什么又来自首 也是看到镜子 有了龚腾这个新婚 在恐吓信没有作用后 失去了希望 警方根据石神的口供 找到了凶器电线 以及镜子家墙上的窃听器 而镜子这边 也把白色的信交给了曹智 内容是对他和龚腾的关系不满 曹智与内海走后 镜子又拿出了咖啡色信封 镜子小姐 看完这封信 请马上销毁 请让我指示 接下来你们的行动 我想警察还是会来找你们的 你和警察说 收到某人的跟踪 然后和值钱一样 不论他们问什么问题 请老师回答就好 这样就可以保护你们 龚腾先生 是个老实 且能信任的人 和他在一起 你和梅里 一定会得到幸福 镜子小姐 我非常感谢你 因为我对人生感到失望 打算结束生命时 是你救了我 事情到此看来 已经告一段落 但汤川越发闷闷不乐 因为除了当事人 只有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即使他揭穿了案件的真相 也没有人会得到幸福 内海看出了汤川的心事 我所认识的汤川老师 是不会被感情左右 非常理性的人 而且比谁都想知道真相 如果你无法承受痛苦的话 就说出来让我帮你分担吧 汤川转身 奸如此 就以朋友而不是刑警的身份 听我说说吧 镜子母女二号不在场证明 一直都是真的 因为杀害父亲的日期是一号 时辰在二号那天 找上了一位流浪汉 将父亲的证件和衣服交给他 再给他一笔钱 让他二号白天 去山屋旅馆待一白天 然后晚上将其约到河边勒死 销毁面部与指纹后抛尸 这样旅馆房间 就会留下流浪汉的指纹和毛发 与案发现场 自行车上的指纹和尸体上的DNA相对应 旅店老板也能证明 父亲在二号出现过 如此就能成功误导众人 让所有人都认为 案发时间是二号 从而造成现在的场面 完美地洗清了 镜子母女的杀人嫌疑 至于父亲的尸体 已经被石神切块后丢弃 这就是他连续请两天假要做的事 当汤川问及 为何要保护镜子母女时 画面给到了母女俩搬家的那天 石神本想在房内上吊自尽 却被二人的敲门声打断 看见他们阳光的笑容 充满阴霾的世界 仿佛又出现了阳光 从那刻起 石神就做出决定 要保护自己的九命恩人 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对母女在自己死后 应该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吧 想到这里 走上刑场的石神露出了笑容 殊不知 镜子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 女人哭泣着跪到石神面前 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并说自己也该赎罪 该和石神先生一起接受惩罚 至此 石神的眼泪流下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 石神放声丝毫 草智觉得他仿佛在呕吐灵魂 第二到这里就结束了 嫌疑人X的现身 影片名字看起来稍显中二 但在观看影片后 安哥深深被这部电影所打动 电影的剧情 逻辑 以及演员的演技 无不是上等 发过誓要保护的人 拼上一切也要履行承诺 普通人读不懂一个天才的内心 好在有一位同样身为天才的好友 石神简直是一个浪漫到无可救药的男人 这是愚钝的爱 镜子大概从来也不爱石神 无论小说 一或电影 他对他先是轻忽 而后是敬畏 直至真相一步步揭开 惨烈震惊 他大概再也没有机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